You ready everybody feeling tipsy Tipsy 我喝得烂 绝对你说声恭喜 恭喜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Vlog 我是Dudu 今天要拍影片给你们看了 一日日常 平时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没有事情耶 我是不可能会踏出家门口的 嗯? 有东西要做的话 我才会舍得出门 所以今天呢难得 有一点东西做 因为今天是星期二 我每个星期二都会有客 就找我的那些小朋友 我的学生 就是因为MCO也是很久没有看他们了 所以我就去他们间一起去看戏 已经迟了 废话小说 Let's go 到AO了 我已经迟到了 我们看的戏是4点10分了 然后现在已经4点半了 虽然我迟到了 可是最迟的还是不是我 我还有几个学生更迟 所以等一下我是直接进电影院了 看完电影过后 然后我才拍我的那些傻瓜学生 给你们看一看他们的蠢样 然后我还没有讲到今天我看了什么 今天我看的戏就是Trend to Bursa 第一集超好看 所以现在MCO开了之后 一可以看电影了 马上就去看这部戏了 我们已经看完我们的电影了 答案是我觉得没有很好看 我觉得第一部比较好看 第一部真的是超级无敌好看 这个第二部可能前面我有一点没有看到 所以我有点不懂他在讲什么 然后整个感觉很像有一点闷 今天就跟这些这班小朋友一起出来看戏 诶 看过咧 小朋友 这个老阿姨 我老阿姨 我最老可是我样子比你们都小 因为跟这群小瓜出来 他们都是学生党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些 比较经济又实惠的东西来吃 所以现在他们带我走 我就是跟着他们走 我也不可以自己选择讲我要吃这个那个 因为怕负担不起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体贴的长辈 结果他们带我来这间这个石头餐 你自己也是想吃的 其实原本我原本想来这边吃了 结果他们也带我来这边吃 因为他们讲这边 因为它有一个东样的那个面 是还ok 不会太贵 但是它其实它是很贵的 所以刚刚我不好意思讲 是因为我觉得这里蛮贵的 可是他们结果他们觉得这里贵 不过他们也只是想吃那个最便宜的 就是我们每天吃的那个 那个东样 接我们已坐下 这边有免费的一餐 因为我欠他一个生日餐 还行吗 还行吗 我们这边是一个小小的一个crew Yeah simple crew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follow我们的ING 吃饱了 吃饱了 现在是七点半了 我们八点半才上课 所以我们现在全部人可以消化一个钟头 趁饱 趁饱 要消化不可以马上跳舞 万两班长夜 而且刚刚我们吃东样 等下我们练舞 一定肚子很少 这个瓜王记啊 这个人 这个人讲他不懂他爸哪里 你爸哪里 我不懂 你看 没有带脑出来你的脑在哪里 上课了 好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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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上完课练了 他们全部很累就坐下来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一些跳舞的一点 tips 这样子 就讲到现在了 然后过后也没有拍到什么画面 所以大致上今天的vlog应该就到这边了 我给你们这个跳舞的 tips ok 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妈这个要抢劲罢 平时他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讲的 然后今天我的镜头就跟我讲话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的vlog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 订阅分享 订阅还有 订阅我们的IG 拜拜